爱多美爱斯洛特系列 它这个呢是五星级的认证Excellent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那得到这样的一个验证 而且是Excellent五星级的验证的话 它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品质上是一定会有保证 所以呢在中国也是特别受欢迎的这样的一套系列 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逆龄化 那也有很多还有韩国呀 还有中国台湾呢 还有很多国家呢都是特别喜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的销售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 它是怎么使用的顺序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 它的化妆水 化妆水呢用英语叫toner 这边写的是toner 所以呢它跟乳液的区分方法就是 大家要看第一个字母是T打头还是L打头就可以 只要是T打头toner 这个的话就是化妆水 那这个呢写的是L打头rosion rosion呢就是乳液 所以大家呢第一步就擦这款就可以了 如果皮肤敏感干燥的伙伴呢 买完这一套之后 因为它的皮肤渗透力特别的强 所以呢大家不要急着一整套全用下 一定要先把这个水的肌底液呢 擦完之后 它是稍微乳白状的这样的 然后擦完之后呢 擦在整个的脸上脖子上 然后手背上都可以擦 擦完之后呢 过几段时间呢 你还可以再补充几次 如果这个化妆水擦的认真的话 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 肌底护肤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当你的保湿啊镇定啊 这样的效果好的时候 后续的化妆水的效果会更加的最大化 那擦完这个之后呢 大家觉得前几天呢 先用完这个感觉不会有很大的反应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再加量 可以加这个安瓶 第二步呢 就是这个艾多美艾斯洛特的安瓶 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它这里面呢 有细胞再生因子 所以呢 是非常珍贵的一款安瓶 那在这里呢 我们调高浓缩精华 这个高浓缩精华呢 打开的话 它这个袋子呢 会自动的弹上来 然后一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里面的液管 一滴就出来了 按一下 大家看到了是吧 如果呢 它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个月的量 如果你想效果更好呢 可以涂两滴三滴 我个人呢 是用三滴 三滴用在手上之后呢 把整个脸擦完 把脖子上擦完 耳朵这边也容易老化 长皱纹 这样的地方全擦完之后 把我的手上也擦 因为它有细胞再生因子 所以呢 我在我的妊娠纹肚子上 也每天都会擦 这个是我特别喜爱的 一个一款产品 也是我自己必备必备的产品 那这个高浓缩精华 用完之后呢 就可以用第三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比水和乳的瓶子 稍微小的这款 这个呢 就是精华 这个精华呢 驱咒效果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当擦完高浓缩的 蓝瓶精华之后 就可以涂抹这款精华 那这款精华也一样 根据大家的需求呢 可以用一滴 或者是两滴 到整个脸上 它的精华呢 特别的柔软 所以呢 擦完之后 就会感觉 能够感受得到吗 特别的柔软 它的驱咒功效 确实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在这个眼尾 这个部分和整个额头 还有八字丸 这样的地方 都可以细心的涂抹 而且也可以把这个脖子上呢 也可以涂抹 当然涂抹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下往上 然后淋巴这款呢 是往下这样子 按摩室的这样子做就行了 这边往上 然后往下这样推 这样的话 也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循环按摩的效果 那之后呢 就是可以擦我们的眼霜 怎么来辨别 哪一款是眼霜呢 大家看一下 那大的这一瓶呢 就是营养霜 小的这一瓶呢 是眼霜 当然大家一看 这个瓶子虽然小 但是呢 作为一个眼霜的话 它的容量超级的多 是达到了40毫升 真的可以大量的使用 所以大家想看到 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 不要觉得 用了名牌的昂贵的 不舍得擦的话 即使再好的化妆品 你的吸收度不够的话 吸收量不够的话 起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呢 大家这么大的一管眼霜呢 可以大量的涂 而且呢 它可以涂在有皱纹的 这样的地方 尤其是眼部的周围呢 一定不能是使劲按压 如果使劲按压的话 使劲推的话 会容易长皱纹 所以它一定要轻轻的 就像四碰非碰的感觉 轻轻的涂抹就可以了 那正确的方法 可能是按压 但是呢 我这样轻轻按压 都是觉得麻烦 所以我是四碰 非碰的感觉 这样子转一圈 然后呢 这边熬夜的话 容易这边长皱纹 我在这边也会擦 然后呢 这边额头上有皱纹 这边也会擦 还有我的八字纹也会擦 它的取皱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大家呢 只要轻轻涂抹就可以了 一定要轻 那第五个 第五个呢 就是乳液了 有很多的人呢 觉得乳液我不爱涂 但是呢 这个乳液是让我们 把基础的营养呢 吸收好之后呢 给我们弄一层保护膜 不让它流失营养 流失水分 所以乳液呢 也是一定要涂的 但是如果夏天觉得热的话 可以涂少量 一定要涂少量 那比较油性的肌肤呢 可以少量的涂 比较干性的肌肤呢 可以大量的涂 因为化妆品呢 它不仅仅是 一定要渗透到皮肤深处 而且在表面上 也要留一层 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肤 所以这款乳液呀 希望大家也是要涂 涂抹的话 才会有一层保护膜 锁水的功效 那它的乳液呢 是这样的白色状 而且呢 特别的轻盈 擦完之后呢 不会有任何的厚重感 虽然擦了五层 一点都不会觉得厚重厚重 因为它的吸收率特别的棒 大家体验过就知道了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营养霜 这个营养霜的含量 也是非常的多 是50毫升的 那它呢 大家可以当晚上用 晚上晚上呢 可以那稍微涂的量多一些 那第二天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 特别的滋润 特别的年轻的感觉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护理肌肤是最关键时期 我们不仅五脏在休息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 很好的环境 同时呢 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护肤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 能够达到一个 护肤的最好的功效的时间 那白天呢 如果大家觉得热的话 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涂也可以不涂 那我白天也是不涂的 就晚上容易涂一些 所以呢 根据大家 白天也可以少涂 这个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那这个呢 是我现在在用的 一套化妆品 所以有些脏兮兮的 然后呢 这款营养霜呢 是我已经用完了 所以呢 又取了一个新的 还没有打开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打开 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呢 都差不多 眼霜呢 稍微有点是 稍微固体的感觉 但是呢 也不是很硬的那种固体 是柔和的 那它的营养霜呢 是稍微这种 有点像乳液那种霜的感觉 也是特别的滋润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大家只要认认真真的 这样去护肤的话 那大家的皮肤会越来越年轻 大家能够感觉到 逆临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乳液也是非常的滋润 渗透力非常的好 我相信用过这个 艾斯洛特六件套的 化妆品的美女呢 还有帅哥们 肯定会爱上这款产品 所以当你用完这个 一套两套三套之后 你会发现 你是一个越来越漂亮的自己 越来越年轻的自己 比之前的你 还要更加的美丽漂亮 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艾斯洛特六件套的使用顺序 大家知道怎么用了吗 那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